同学好,我们看到106学测第三题 假设γ是坐标平面上的一个双曲线 而且通过第一向线的渐进线是L 考虑动点T,T平方,从时间T等于0时出发 当T大于0时,选出下列正确的选项 观察一下γ的方程式 会发现它是一个上下开口的双曲线 动点T,T平方,会在二次函数Y等于S平方上 我们先简单化一下这一个上下开口的双曲线 其中通过第一向线的这条渐进线是L 考虑动点T,T平方是在泡污线Y等于S平方上 当T大于0的时候从圆点出发 我们会发现,无论我们的渐进线的斜率是多少呢 我们的动点都会先经过渐进线 再碰到双曲线 所以我们答案选1 此动点会先碰到L,再碰到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